后艺蛇日 常娥斑月 传说话这个世界本身不止一个太阳 你们猜猜有多少个? 两个 三个 不是,是十个太阳 大家不用怕,那时候十个太阳都很乖 在很遥远的东方,有一个温泉叫做汤谷 是十个太阳休息和洗澡的地方 它们平时会变成一只只乌鸦,很舒服地浸在温泉里 温泉旁边有一棵树,叫做扶桑 这十个太阳,累的时候就会轮流飞上树枝 在上面休息 每天早上太阳要出动的时候,其中九只乌鸦就会停在树枝上面休息 另外一只只乌鸦就会变成火球飞上天空 这个时候就是天光了 日落之后,就是这个太阳变回乌鸦休息的时间 到第二天天光,就到另一个太阳出动 十个太阳很有规律地轮奸 所以一直以来都相安无事 忽然间有一天,这十个太阳很想一起出去玩 那就大事了 十个太阳同时出现在天空 地面变得很热很热 海水河流没了水 农作物晒到死了 很多人没东西饿死 皇帝不想死那么多人 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办 这个时候,有一位射箭很厉害的勇士 他叫做侯毅 侯毅和皇帝说 交给我 我会射太阳下来 于是,皇帝送了一把红色的弓给侯毅 这把弓要全世界最大力的人才拉得开 皇帝又送了很多白色的箭给侯毅 这些箭,风利到什么都射得穿 后来望向天空 他看到十个太阳很开心地玩 但是,大地上的人类实在太辛苦了 他想到这里 就拿起工 一口气射了九支箭 九支箭射穿了九个太阳 九个太阳即刻变成九只乌鸦 跌落地下 这个就是为什么天空只有一个太阳的故事 侯毅立了大功 他身边的人应该好替他开心啦 事实不是 侯毅有位很漂亮的太太 叫做常娥 侯毅经常出差 不在家 常娥觉得很闷 又很寂寞 于是,他就想离开侯毅 侯毅之前见西黄母娘娘的时候 他送了不死之药给侯毅 所谓不死之药 就是吃了不会死的药 有一天 上娥趁侯毅出差不在 他在这里乘机偷了些药 然后等了好多日 侯毅还没回家 漫长的夜晚 常娥真是顶不住啦 他望着天上面的月亮 决心离开侯毅 于是,他一口吞了不死之药 不久,他就慢慢飘起 飘下飘下 就飞了上月亮 当然上娥有带牙的宠物 肉兔一起飞 飞上月亮之后 上娥起了座宫殿给自己和肉兔住 这个宫殿叫做广 因为上娥吃了不死之药 他是永生不死的 但是他只肉兔还没吃 所以上娥教了肉兔 怎么做不死之药 所以有人说 当我们望向月亮的时候 会看到有只兔子在做药 说回上娥 上娥实在太长命 他发觉在月亮比地球更闷 所以每到夜晚 我们都会看到上娥看着我们 因为他很想念她的亲人朋友 也好